嗨,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 我打算和大家聊聊Google简报 它是一个完全基于云端的简报工具 因此只要使用网页浏览器 登入自己的Google账号就能够使用 如果你手上已经有一个现成的PowerPoint档案 那么当我们把PPT上传到Google云端影碟时 它也会自动转成Google简报的格式 OK,这里我们来建立一个新的投影片 来体验一下Google简报的基本操作 我到左上角替这份简报随意取一个名字 然后在首页输入简报的标题 指标题则可以输入到底下的文字框 在界面最底部是所谓的备忘稿 你可以在这里写一些简单的笔记 或是演讲时要提醒自己的要点 Google简报和PowerPoint一样 有内建的许多设计主题 只要用滑鼠按一下就可以立即套用 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设计想法 你可以利用工具列 替投影片换上其他的图片背景 或是指定一个自己喜欢的色彩 在界面的右下角有一个叫做探索的功能 这个功能利用了机器学习的演算法 会依据你的投影片内容 自动产生一些设计上的建议 OK,我到左上角准备来新增第二张投影片 你可以从选单中挑选一个适合的版型 选好后如果临时有改变的主意 我们还可以利用版面配置的功能套用其他的版型设计 为了延续视觉上的一致性 我提这张投影片套用了与首页相同的背景颜色 只是如果每次新生投影片都需要手动修改背景的色彩 会让人觉得十分的麻烦 因此在指定背景颜色时 我们可以按下新增至主题的按钮 如此这个背景就会变成设计主题的一部分了 OK,我继续在第二张投影片 输入所需要的文字标题 并且复制一些装饰用的假文字 贴到底下的文字框 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利用工具列 做一些常见的格式设定 像是字形 字体大小 文字颜色 以及行具等 接着我从电脑的资料夹拉入一张图片 图片的大小可以借由边框的拖曳进行调整 而上方的圆点则是用来控制图片的角度 如果对着图档双击滑梳左键 周围会显示黑色的裁切框 可用来裁切影像以进行重新构图 此外 除了传统的矩形裁切 Google简报还可以让我们将图片 裁成其他的形状 例如圆形 接着我到工具列启用绘图的功能 在投影片中拉出一个矩形 矩形的轮廓色我改成透明 而内部的填色我则是套用的一个绿色 然后再使用滑鼠右键 将举行的前后顺序移到投影片的底层 此时如果你觉得这张人物照看起来有点偏暗 你可以从右键选单中打开格式选项 来将照片的亮度略为提升 另外这个面板也有提供颜色滤镜的功能 以及常见的阴影效果 接着我们来看看如何在Google简报设计一个简单的流程图 我首先同样利用图案工具 在投影片拉出一个圆角矩形 色彩同样套用绿色 然后我按住Ctrl或Option键不放启用拷贝的功能 另外复制出三个圆角矩形 目前这些图形的间距并不一致 对此我们可以利用右键选单中的分散功能 来平均分布它们在版面中的位置 下一步我将这些图形的垂直位置和尺寸大小 加上了一点变化 让流程图看起来不至于太过单调 然后打开外挂程式的选单 这里我打算借助第三方的工具 来在投影片内插入图示 于是我使用iCons作为关键字 找了一个免费的工具 点击安装 如此我们就可以从选单中启用这个外挂 我首先将图示的色彩设为白色 然后从底下的目录依序挑选要插入的图示造型 再将它们分别拖曳到圆角矩形的中央 在圆角矩形之间 我们可以建立一条连接线 将它们串联起来 在连接的时候 圆角矩形的边缘会显示可吸附的端点 只要连到了这些端点 那么圆角矩形即使移动的位置 连接线也会自动修改路径的长度哦 OK 我按住shift键不放将所有的路径选取起来 然后利用工具列将这些线段加出 颜色同样设为绿色 另外如果你想要替流程图的每个阶段加上注解文字 你可以在投影片中先拉出一个文字框 在文字框的左下角有一个设定方块 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二个选项 那么当文字较多的时候 字体会自动缩小 以符合文字框的宽度和高度 相对的 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三个选项 那么当内容超出文字框所能显示的范围时 文字框会自动变大 最后我按住control或option键不放 将这段文字复制到流程图的每个阶段 于是我们就完成了这一页的投影片设计了 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如何在Google简报内建立图表和资料表格 这一次我将背景套用绿色的色彩 然后在插入选单中选择一个图表类型 例如长条图 接着我将图表略为缩小 放置到投影片的角落 这张图表本身已包含了一些示范用的数据 因此我们可以打开原始的表格 将里面的资料修改成正确的数值 同时替换掉坐标轴的文字和图表标题 修改完成后 我回到Google简报 然后点击图表右上角的更新按钮 就能让长条图显示正确的资料啰 除了长条图之外 我们也可以在Google简报内建立 报表中常看到的折线图和圆柄图 如果你打算将图表里的资料截取出来 变成一个多栏的表格 那么你可以在插入悬栏中 先指定表格的栏数和列数 再六位调整表格的大小和位置 下一步 我再次打开图表的来源文件 将资料框选起来之后 按下Ctrl或Cmd加C执行复制 再回到刚建立的空白表格 执行Ctrl或Cmd加V贴上 表格的外观我们同样可以做点简单的修饰 譬如将文字内容对齐至水平和垂直的中央 底色色为白色 如果想要修改框线的设计 我们必须先利用右上角的选单 选取要编辑的线段 再到工具列套用想要的粗细和色彩就OK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在Google简报中内签影片 我首先从资料夹拉入一个笔记型电脑的图档 然后用文字方块的功能建立一个方框 填入一些装饰的文字 如果你想要在上面另外加上一个文字标题 你可以在插入选单中执行文字艺术 然后输入标题的内容 这个功能跟一般文字的差别 在于它所建立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张图片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工具列的填射功能修改它的色彩 以及它的轮廓外观 甚至我们还可以利用右键选单打开格式选项的面板 来加上导影的效果 如果你想要将文字导影的设定 套用到旁边的笔电图案 你可以到左上角启用复制格式的功能 再用滑鼠点击笔记型电脑 就可以将导影效果拷贝过去咯 最后我们来插入一个影片 来当作笔电荧幕的桌面 如果你打算使用自己电脑中的视讯档案 你必须将它先上传到Google的云端硬碟 才能透过这个界面插入到Google简报 或者你也可以在投影片中内签YouTube的影片 只要把影片的网址贴到栏位中 点击选取 就可以把影片放到我们想要的位置咯 在制作简报的过程中 如果你需要和共事的伙伴讨论投影片的内容 你可以到右上角打开共用的功能 Google简报一共提供了三种不同层级的权限 分别是可以检视投影片 可以加上评论 以及可以编辑简报的内容 设定好权限后 我把共享的连结寄送给对方 如此受邀者就可以依据取得的权限 来进行编辑或加注 而我们这边也可以针对他的留言来进行回复哦 OK 最后打算将简报的首页附资一份 换上感谢观看的文字来当作结束的投影片 你可能注意到首页的背景 并不像一般的图形可以被我们选取和编辑 这是因为背景是设计主题的一部分 想要编辑的话必须进入到主题编辑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可以修改主题的设计 也可以新增投影片的版面 比如这里我将首页的版型利用滑鼠右键 扶植一份 然后将里面的图形选取起来 到工具列替换成绿色 甚至我们也可以将白色背景的部分 利用右键选单执行水平翻转来改变版面的设计 然后再将所有标题移到版面的右侧 主题设计完成后 我到右上角点击插号返回到主界面 这时当我们按下版面配置的时候 就可以套用我们新设计好的主题了 最后我将这张投影片拖曳到简报的结尾 如果你的投影片很多的话 你也可以善用格状检视的模式 来调整投影片的顺序哦 OK 在向观众展示投影片的内容前 我们不妨可以在简报内加点简单的动画 让投影片看起来更为生动 我们只要到工具列打开动画面板 然后指定动画的类型 例如从左侧飞入 飞入的速度则可以由底下的滑杆来进行控制 另外如果你希望文字框的内容 能够分段出现的话 你可以把逐段显示的选项勾选起来 最后按下播放就可以预览动画的效果 先前我们制作的流程图 也是一个很适合套用动画的对象 在新增动画之前 我先将每一个阶段的图形和文字 执行群组的指令 快速键是Ctrl-Alt-G 或是Cmd-Option-G 然后我再将每个群组依序套用弹入的动画 就能做出像这样子的效果 另外在切换投影片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套用所谓的转场动画 像立方体这个效果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OK 制作好的投影片 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它下载到电脑 转换成PowerPoint或PDF等格式 而如果准备要开始播放简报 你可以到右上角点击查看按钮 简报进行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使用键盘的左右方向键 进行投影片的切换 和触发简报中的动画 按下键盘的L 可以启用雷射笔的功能 让观众能聚焦在我们要讲解的重点 点击影片则可以播放YouTube的内容 最后在简报结束时 如果想要让观众提问的话 我们可以按下键盘的S 交出备忘稿的视窗 再切换到观众问答工具 来产生提问的连结 如此观众只要打开这个网址 就可以将问题输入到文字栏 传送给讲者 而我们在收到提问后 可以按下展示按钮 将这个提问显示在投影片 并且针对问题做公开的答复哦 OK那今天关于Google简报的介绍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